你的年 又是一个十年 那些瓜葛剧节 在某一天 祖然你的爱见 歌神张学友推出新歌《又十年》 用浑厚温暖嗓音 斗尽人生聚散离别 张学友出道超过35年 在华人歌坛地位无人能及 不过近来他在节目受访时透露 早期也曾有唱片低潮期 销量从20多万张跌到只剩2万 那你是不是真的跌得很厉害 那你觉得 哇 死了不行啊 哇 家里我当时变成 好像是最主要的支柱来的嘛 那变成你一定要找一些收入的来源 所以现在人们找我拍的 我就什么都接 为了生计张学友一年 最多曾有将近十部电影上映 从喜剧到警匪惊悚片来者不拒 但后来还是将重心放到歌唱本业 一度外传曾有大陆歌唱选秀节目 开出千万酬劳 邀请张学友担任评审导师 但被他拒绝 张学友说出真心话 不做违背自己个性的事 他强调自己也是选秀节目出身 体谅选手们都压力很大 还谦虚表示不懂得如何交唱 但还是很支持大家参加歌唱比赛 勇敢追梦 透露出歌神的暖男一面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